公平會代表經過臺灣台股台 合併臺灣自設的新報案 未來再來電信市場會變成三大企業在做 消極會也告訴我 這主管機關應該要檢測感控 三間電信業者 接下來會有費用到方案的變動 公平會有條驚診 臺灣大哥大合併臺灣自治 要求臺灣台要改善 臺灣自治既有客戶的客戶到一百十四年代 對臺灣自治市區中心方案的應付 將會提供服務到市區平台主要機関 臺灣台聲明說 尊照公平會付加負擔的支持方向 必須日本二三年代進行完成征兵 嚴股局官要記錄 第一關團和阿泰電信合併了 臺灣台以後併臺灣自治 再來看兵服務其中業者還在檢測 其另外一種都尋規提款 介紹有可能的傷心 電信業者如果有漲價的狀況 或是方案調整狀況 看是不是前後都做這些動作 如果前後都做這些動作的話 我們就請主管將應該來加強查核 看看有沒有聯合壟斷的問題 小幾位統計電信業經過這邊的合併了 完團的營養有920萬 臺灣台980萬 中華電信維持1300萬 以外是最大 不過三向一段的差距比已經比較少 通信案入這分析 在合併後 約接政客資源 固定可以提供更多貨物 不過因為 使用者後悔 比賓國助費客家的營養 受信品質是不是人提升也不知道 除非優惠真的太好 雖然租費比較多有優勤 不過大部分的營養也是因為 受信穩定才是最重要的 在這個阿台跟臺灣自治被合併了 貴旗應設計這個衝人客 正行可能為國再出現 電信集中越來越包含 電信三向 要如何討論自己的人客 請受主義 記者綜合部讀 請不要提供 請您 谢谢大家